Creepme 如果目前已經不可能了 你應該也拿出三 優秀 這嬰兒 都用誤不燥 睁大双眼不断学习 曾经事实上就在不久前 有位伟大的国王寻求三群强大的矮人帮忙 他们叫三锤一会 国王的赤猴发现矮人的首都 正面临赞大拉世人妖的威胁 国王心想若他帮矮人解决十人妖的麻烦 就能争取到更多军队加入对抗部落的战役 但是国王并没想到矮人之间也存在着信任问题 同须矮人说 我们不能帮你 如果我们不注意黑铁矮人 他们会击败蛮锤 然后接受铁卢堡 满锤矮人说 我们不能帮你 如果我们不注意黑铁矮人 他们会击败铜虚 然后接受铁卢堡 国王气坏了 他说 如果你们都不帮忙 铁卢堡会被攻陷 只有一个矮人愿意帮助国王 黑铁士族的莫爱拉说 我们愿意出兵 我们会信任其他族的矮人兄弟 并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忠诚 所以 大君主跟莫爱拉 在冰雪连天中出发拯救城市 让其他人好好去想想他们的作为 接下来会怎样呢 我一定要知道 数够了 我的密探就是跟踪赞达拉到这里 闪光丽 我知道那里双宗十人妖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台地上密谋及繁衍 我不太想知道 赞达拉跟他们之间有什么阴谋 我们已经因为这场古怪的风暴和混在其中的死人妖 失去许多寻山人了 没错 这样的天气不自然 是的 所以我不想派我的人出去 一定有埋伏跟灾难等着我们 我的勇士会去 他们会看能做些什么 并尽量进行救援 如果他们可以遏制这个风暴 我会亲自率领铁卢未登顶 在这里看到你十分令人振奋 莫爱拉 我要向你致谢 没错 有了你的勇士们帮忙 黑铁士族会终结丹没落的赞达拉威胁 我们会向议会 铁卢堡及联盟证明自己的忠诚 就在此时此刻以鲜血证明 再见了 摄政女王 等这一切都搞定再见吧 暴风之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来了 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国王的密探都被杀了 只剩下一些矮人赤猴还活着 最接近的就在前面 如果你能救他下来 也许他知道些情报 我们会从旁边掩护你 指出目标 我们就开火 我的胡子 我还以为我完蛋了 谢谢你 对了 现在是那个人类国王派你来的 他的密探都死了 我们大部分的人也都死了 我看到他们拖着油酿到南边的小屋那里 现在如果你快一点还来得及救他 他也许知道更多消息 但是别进去那个大村子 那里有一堆疯狂的寒冰蛇妖 那个赞拿拉牧师把他们搞得疯疯癫癫的 好 只差那么一点 谢谢你 我们只剩下几个人 没被他们吃掉的人 都被带到一个大吉坛上下 ay 就在这里的西北方 如果你动作快 也许还能拯救他们 很遗憾 我只知道这么多了 惩怪我 我 我欠你一条命 听好了 我们发现是什么造成这场风暴的 那个阴险的赞达拉 让这些寒冰使用药 献计先写给元素之灵 这里的北边有个洞穴 就在桥的另一头 如果你可以杀死里面的元素 风暴应该会停止 好 好 魔王的勇士成功了 风暴停止了 前进 黑天矮人们前往战场 你们也许阻止了风暴 但你们阻止不了赞塔拉的意志 你们会死在这里 所有的人 我们空派会有更多人 我需要再靠近一点 赞塔拉 永不倒下 打得好 看得出黑铁矮人还是像以前一样厉害 这还用说 瓦里安国王 别忘了 这是为联盟服务 我很感谢这一点 铜须跟满锤会后悔 没有来跟你分享荣耀 他们最好感谢族人 不用死在这个该死的小山丘上 我们为保护家园 及展现实力而来 不是羞辱他们 你已经做到这一点了 走吧 我们回去铁卢堡 向议会宣布你的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